新疆七台县 半截沟香 江布拉克 江布拉克就是那怪坡 对对对 怪坡就是这个地方 大哥您刚才说这里是就是什么都是宝 什么都是宝 人吃的也有 牛羊吃的也有 人吃的大量的出麦子 牛羊吃的你看到处都是草原 所以说这地方是宝地 绝对是宝地 这里以前就没有开发 以前没开发 以前就是农民在这个地方 一直种木名在这养羊 养牛羊 喂牛羊 放牛羊 对这个地方 以后这开发了以后这乘警区了 他们就开始收费了 对这什么组在这里 这个组主要是哈萨克组 哈萨克组 哈萨克组 景色太美了 大哥您刚才还说那个 我刚查了一下 那时候有个下面不是有个雕塑吗 对对对 那是民族人生 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抗那个萨克就是 原朝的时候好像 抗蒙古人的时候他们在这打了一仗 最后就是一个将军这领的一些 一个部队嘛 对 因此记载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 反正我忘了 在这个地方 在山城水晶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坚持了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那个将军也厉害 最后他们准备就准备把他们控死到里边 啥什么都没有 那个将就在里边去打井 他们不知道 打了一口井 完了以后 就挖了鸡道从外面去找吃的 以后把人从外面 鸡道里带跑了 偷偷带跑了 偷偷带跑了 也没有上 算是打成仗了 以后那个民族人生就在下面里面可以 就是那样 外面埋伏的人都不知道 外面外面 他想把人控死到里边 不知道有多少人说不上现在 我已经言语考证 但是我忘了 但是这个民族人生他特别有才华 特别有一个就是钱财 那个样子 耿共 网友查了一点 对 陕西人 对 厉害 他就在 自在前面的 他的那个 他那个移植就是那个 就是战斗移植自在前面 咱们今天能看到吗 能看到 能看到啊 可以 还有前面有个怪坡 前面有个怪坡就是 那个往上走的时候吗 好像是走下坡路呢 往下走的时候好像是 走上坡路呢 马上就到了 上省里 下这里 对对对对 开车也是 走路也是 待会咱们去感受一下 这一会是感受一下 一会把车开到那儿 你就可以感受到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大哥 很好 就这一段吗 对 这不就是一个下坡吗 还是上坡呀 这上坡还是下坡 下坡才上坡 我感觉他是个下坡 对啊 但实际是个上坡呀 哈哈 实际是个上坡 你看这个下坡是不是 对 那你要一直在等 你不等他不走 哦 那上来的时候呢 上来的时候 你就等起来轻松一点 后不等 哦 如果你中头不要停车 他会一直过来 如果你停车了 你还去登一下才能走 这一会 有些人奇怪 说车咱不得急走 是他停车了 哦 不能停 一个人二十 二十就 哎 那开车呢 开车有什么感觉呢 开车在马路上有 也有这个感觉 是在对这下面 从这 大概困难他就 哦 那我走路有感觉吗 走路没有感觉 哦 这必须有其他才能见到 走路没感觉 对对对对 这是什么原理啊 是不是磁场啊 磁场的问题啊 视觉错觉感 哦 视觉差吗 哦 就视错觉原理 就是你看着他是个上坡 其实他这个下坡 你看着他这个下坡 其实他是个上坡 啊 这么一原理 反差了吧 反差了对